那么和当下的这个主流基督教的个人见证 又出现了针锋相对 我们的教会是有福的 我们没有那种见证 也许我伤害过一些个别的弟兄姊妹 要跟我讲 我说我不听 我不想听 因为我知道他要撒谎了 他要编了 他要显拍了 他要表达你知道我是谁了 主流基督教的个人见证三个特点 心学 家学 医学 心学 就是他给你讲他心灵里的一些体验 实际上相当于圣经当中的老妇荒调的胡说 他不能证实 我不能证伪 听了白评 倾诉本身 牧者应该听 但是你明明知道他在撒谎 你就不要再听了 免得在他的罪中有份 大家还记不记得是有一个恩典堂的 还是哪里的人到我们教会来讲 他说我一进教堂就发现耶稣在你旁边站着呢 我心里 我这个心里面看见了 我说你这个真是亵渎上帝 耶稣是坐在上帝的右边 你这在害我呀 我做了什么梦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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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呢 你自己信也行 我也不能说都是假的 我没有时间听这些胡说 这两位作者和约书亚记一样 讲的是历史大师的一些基本的经验 第二就是家学 个人见证 我们家怎么变化了 弟兄姊妹 我们看约书亚记 记载哪个婚姻家庭 他记载了亚干一家好像都被烧死了 神拣选我们啊 不是说新约圣经没有关于婚姻家庭的教导 那是有的 那是我们的本分 但是历史大事 像约书亚记和这个编年史 他逼迫基督徒去关心政治 因为这涉及到治理这地的基本责任 没人愿意关心政治 按照人的本性 谁愿意扯这些 冒这个风险 谁不愿意说漂亮话 哎呦 你讲那么多 你能改变吗 你还不如讲讲身边的小事 这种相怨的 谁听起来都觉得很有道理的 这种得知贼也的这种恶俗 当然我也可以讲啊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讲吗 没有办法 他逼我们讲宏大叙事 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嘛 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之王 对整个世界的败坏 我们 你换个角度来讲好不好 我们都不讲了 基督徒都不讲了 天地之主的仆人都不讲政治了 谁讲啊 所有的宗教都出世了 都归心了 基督教最后剩下了这个世界上一个空间 天天在讲道台讲的 讲道台要讲的 个人见证要讲的是什么 婚姻家庭 还有一点 我为什么厌弃婚姻家庭的见证 还是那个道理 他在撒谎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都是成年人 你自己去想好了 我为什么要走了